- 走 - 走 - 你的伤 - 别管他了 - 我有状的线索要跟你说 - 我看到那个拿花瓶砸我的人了 - 看到了 - 我是说 - 我记起那个拿花瓶砸我的人了 - 他大概身高在 - 一米 - 一米八八左右 - 体重八十到九十公斤 - 身材魁梧 - 肩比较宽的人 - 一米八八 - 八十到九十公斤 - 因为我看见 - 他留在地上的影子了 - 你 - 你能画出来吗 - 嗯 - 按照光影的高度 - 宽度 - 以及角度 - 我换算出凶手的身高 - 大约在一米八八 - 体重八十到九十公斤 - 应该是一个常年练武的人 - 我说这些有用吗 -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 - 所谓线索 - 不一定是亲眼看见 - 任何关于那个人的一些细节 - 都可以成为追踪的关键 - 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 - 你的伤很疼吧 - 没事儿 - 你放心 - 坚持住 - 我会抓到他的 - 没事儿 - 没事儿 - 你 topp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行 不要打 不要打 是等关注小哥 按键朋友变数 你说这九哥 快赶上清末四大齐渊了 还好市长明里 香香说的那个关键证人是谁呀 小凌峰 小凌峰 那小子不是下落不明吗 什么时候抓到的 队长 不会是你让香香采访的 市长吧 先赢得市长的应援 又谎称咱们手上有关键证人 你这是给凶手下了一个套啊 九哥无罪 九哥无罪 按照光影的高度 宽度 以及角度 我换算出凶手身高 大约在一米八八 体重 八十到九十公斤 二臃 三五一 四十一 三十五 红下 三十五 四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二十五 四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三十五 第二完了 后边 他还没给钱呢 可以确定 他就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各位 打起十二分精神 只要目标出现 立刻带目 是 有消灵风的消息吗 那小子的消息 你们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难道 他真的落在了警察手里 想办法把信传出去 就说 毛酒毛风在我们手里 明日行刑前 不能出任何差子 二十多个小时 不到一天的时间 没想到 没想到 你们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其实 依我沙毛看来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按兵不动 吴唯一 才是 最好的选择 我 杀 干操 很多 他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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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队长 你这可是一周之内两次立临沙门了 让沙门不胜惶恐啊 龙队长 敢问今天又所谓何事 人呢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刚才进来这里的人呢 刚才 龙队长 警察办案 沙门自当是配合的道理 但是 如果是无罪问责 缴了沙门的生意 那 还请 龙队长给个解释 否则 沙某就是不自量力 恐怕 要讨个说法的 要讨个说法的 我讨论 你 快 走 下枪 下枪 快追 把手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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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来的时候又失血过多 很难有失就可能了 手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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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举起来